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到了今曲《妙韻歲月情》 今天是6月1日,歡迎大家,又到了我這個音樂節目 首先做些更正,就是上星期我口快說了當代《蠔合傳》 不好意思,阿啤梨哥,雖然他那晚真是祭祭一堂,人山人海 200集終結篇,小弟因為有公務在身,不能夠出席 但在節目中說了當代《蠔合傳》 為何我說錯呢?我之前也說錯了一次 為何我說錯呢?因為他們200集《現代蠔合傳》 我真的沒有印象他們穿過那些芭蕾舞褲 你也沒有穿過那些芭蕾舞褲,又沒有做過現代蠔合 你怎會叫現代蠔合傳?我不太明白 所以我印象中,我中文感覺上應該是當代《蠔合傳》比較貼切 所以說錯了,不好意思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我上星期說《最愛是誰》 就說錯了一些事情,為甚麼呢? 因為上星期我做節目之前,Jan Bond 有一位女性觀眾在美國已經點歌 他點了一首歌,剛好又是盧冠廷作曲的 但我上星期說《最愛是誰》的時候 一時口快就說錯了,就把兩首歌混淆了 《最愛是誰》不是潘元良作詞的 而不是盧冠廷的太太作詞的 今天,今晚播放這一首,就是盧冠廷的太太作詞 就是他們吵架,晚上吵架,第二天他們的太太作詞 他和好如初,就是今晚這一首歌 是甚麼歌呢?你就要繼續看我這個節目 好了,首先就點歌 我們這個星期也有多少點唱 首先就點誰呢?就是總理 我上星期很幸運,因為我一直都沒有機會見到總理 在這裡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上星期就約他,剛好就約到他 以及我們本台的巨頭一起吃晚飯 總理又要在飲食界橫行 於是又請我吃飯結帳 他說要點歌,當然要聽他講 不可能不讓他點歌 首先,多謝總理那頓飯 然後就點歌 總理就說甚麼呢? 他說想點歌 他問我,不知道我對這個Blue Jeans 有甚麼評價 那隊樂隊,藍戰士Blue Jeans 他說在他心目中 他只能夠有達明一派 大家都知道總理是達明一派的粉絲 才能夠跟他們一爭招直 近年,他說 小弟對這個交憑結友 開始有另一種看法 他說有很多時候,做了幾十年的兄弟手足 都可能認同默露 或者因財失意,理念不同 而日漸疏遠 可能因為人到中年 所以開始回想在年少時的歲月 一份快餐,兩份吃 徹夜蓄失常談 無聊瑣碎的事 那份感覺,再也不能回來了 但今晚聽著這首歌 即是一陣子他點的那首歌 就有點無言 首先我講講我對藍戰士的事情 藍戰士Blue Jeans 大家都知道 之前是China樂隊 China是CHYNA 不是INA 那個就是1980年代解散之後 其實很多China幕後的成員 專注幕後的工作 其中是黃亮星、蘇德華和善立文 當時有很多樂手 當時也算是頂級的樂手 例如演唱會 尤其是蘇德華 當時有很多演唱會 都要找他做吉他手 找他做伴奏 至於那個China的鼓手 就是Donald Ashley 曾幾何時 1987年獲得亞洲鼓王的美語 差不多公認他是一個古王 1987年其中三位成員 黃亮星、蘇德華和善立文 因為參加亞太流行歌曲創作大賽 香港區的決賽 重組 改名為Blue Jeans 即是藍戰士 因為一首歌叫喜有此理 就拿了比賽的冠軍 於是就簽約CBS Sony 加入樂壇 其實嚴格來說 藍戰士不是很長的 他的歷史其實是幾年 即是87年 接著那幾年 後來就已經 不是玩了很久 就結束了 其實 在80年代 中後期 尤其是85年之後 其實是有很多樂隊出來了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之前介紹過 總理那個很喜歡的 大明一派 或者Beyond 還有很多樂隊 那時候有很多樂隊 如果你問我 其實如果說地位來說 真的影響深遠 我想是大明一派 因為他們到今時今日都還在 譬如最近又出現演唱會 另外就是嘉驅 即是Beyond 可能是因為他早死 他的影響力 以及有些歌曲都很高 我不是聽樂隊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唱樂隊的人 在唱功方面 不是太好 你可以說他們很全能 因為他們一起作曲 一起填詞 但水準是否這樣 在結他的水準是不差的 但你說他們的歌曲是怎樣 我就不太好 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特別的 當然他有些好歌 接下來這首 總力要點的 這首是其中一首 這首是他們早班第二年 1988年的 叫做浪漫的年頭 大家細心欣賞 好 不知道 到處也有冷冷的警告 朋友 還有眼淚再流鼓 齊牽手 盡沒悲痛於背後 新的理情代每天從頭 兩盆伴我看星獸 十數個倉修 對這天空的改活的自由 你説會永遠擁有 浪漫若是公真的秘武 嗯 脫掉線的你仍然 也聲歌活在龍路 但是實代家太高 風吹到 霸雜五年空中飛舞 啊 一湯 天啊 我讓你給我看星獸 好 遠足 哪一位 その衣服 的 好 太太太太太好 ni 至於 我 你舍会永远拥有 够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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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个年头 在我心 在我手 在我手 改了并未能留 浪漫的心 这一天可是仇 从前恶运再度飘过 在我心中不断走 浪漫若是风针的帝梦 断掉线的旗仍然 也声歌活在陆路 但事实代价太高 风吹到 怕着遍天空中飞舞 朋友 总有眼泪在流 齐牵手 尽没悲痛于背后 新的你情 在每天从头 两旁伴我看星收 对这天空中飞机会永远拥有 够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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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个年头 在我心 在我心 在我手 在我心 在我手 过去年并未能留 到过秋 够个秋 到过秋 够个秋 多小个年头 在我心 在我手 在我手 过去年并未能留 到过秋 够个秋 到过秋 够个秋 多小个年头 在我心 在我心 在我手 过去年并未能留 到过秋 够个秋 到过秋 够个秋 这个是Blue Jeans 南战士 浪漫的年头 浪漫的年头 就像我上星期所说的 浪漫是什么呢 浪漫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东西 年轻的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心 比较白 容易对世间的事 有一种浪漫的想法 人到中年 就像我们中文说的 岂有豪情 指舊事 对不对 而且加上近这几年 尤其是2014年 占中之后 社会因为撕裂 亦都因为不同的人 不同的水平 或者看法 看东西的角度 可能有一些很久的朋友 我也会有 我觉得总理 他自己一个人 感受到这件事 我自己的感受是一样 因为我也有一些很久的朋友 当年大家都很好 因为在占领之后 大家对政府 对政治的看法不同 于是连打球的朋友也少了 因为我平时也有不同的朋友 一起打球 因为打球的朋友 都因为这样而分开了 这个不需要太过介华 我总理 因为人生 其实 什么都要讲缘分 我们讲人 朋友就不用说了 朋友固自然是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情侣也是 做不做得整 情侣都是要讲缘分的 有时候 有些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无奈地 如果有些人 只要自己不是自己 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 也不需要太伤感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感触 因为人生 因为人生 很难找一些朋友 能够跟你一起 去度过一生 可能有些朋友 会在某些时空 跟你在一起 大家共同攜手 度过一些岁月 珍惜当下 珍惜当下 就是这样 希望总理 有空听听我这个节目 听听歌 人会比较开朗 好了 说完总理这个问题 接着又有另外一位 也可以说是观众 他叫Woods Forrest 他就在免書上做了一个贴文 他就说 他经常觉得最美的旋律 他经常说 未必是他觉得 他经常听到人说 最美的旋律 中乐的情歌 已经在七八九十年代 写到尽了 他说是否现在的创作人 江浪才尽 又或者是上世纪人 对感情的细微执着 才可以创作出 这么多动人经典的情歌 我跟他说 我想在这个节目讲一讲 因为跟音乐有关 我去讲一讲我的看法 首先就是说 是不是动人的算率 就在七八九十年代写光 其实不是的 其实动人的算率 哪个年代都有 只不过 其实最动人的算率 都不一定是七八九十年代 其实在三十至五十年代 都有很多动人的算率 其实现在都在流行 不过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听着着音乐 你不知道而已 其实动人的算率是有的 当然八十年代 现在我们说 像香港那样 七八十年代 七十至九十年代 那二十年 二三十年 是最蓬勃的时候 那当然 为什么那时候 那么蓬勃呢 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环境 就不代表现在是没有 出不了 不是 只不过说 在这样的环境 就是人财制制 我经常都说 一个社会怎么会进步 有竞争 是不是 有自由的空间 其实艺术 尤其是文化艺术 全部都是 你要有自由的空间 譬如最近看下 警方去公下 去捉拼 人家开过音乐会 他都说要打压 那么你在这样的环境 你怎么可能 有創作好的东西呢 对不对 有些父母 容不容许那些小朋友 听歌呢 在长大的时候 或者容许那些小朋友 能否听歌呢 他只在那边挂着打机 对不对 有空谈两个歌 然后又说 我贪得意去唱歌 或者作歌 因为 其实 好的音乐 什么时候都有 但问题 那时候是特别多 因为第一 人财背出 社会环境自由 又能付钱 这些都是一个原因 艺术文化 和自由度 和经济环境 都很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另外 就是说 那时候 为什么这些歌曲 这么漂亮呢 其实无论顾家辉的曲 黄尖的词 或者林振强 我之前说过 郑国光也好 为什么他们的词 使得这么漂亮呢 不是就这样来的 四个字 叫做业精于琴 就是一个字 总归咎 就是一个琴字 你要知道 他们为什么那些歌曲 这么漂亮呢 譬如顾家辉 他写上海滩 他写了一集 是写了三集 如果你们懂得作曲 你有懂得音乐 你留意一下 那三首歌 是很漂亮的 三首都这么漂亮 当然 最红就是第一首 但是为什么 三首都这么漂亮呢 普通人能否作出 今天的人能否作出 今天的人能否作出 今天的人 只不过是 自以为是居多 等于 未学走才学走 譬如你画画 你以为我又学不加索 人家不加索 首先要练了写实 然后才去写虚 才学写抽象画 现在的人就不是 一开始就说抽象 三岁小朋友都会画抽象画 找一只猪、狗、大笨象 都会画抽象画 但是 首先你要有根底 作曲也好 写字也好 你不能促成 我经常都说 你现在的人 都不努力 随便可以 有关系就行了 没有问题 是不是 你不去鑽研 你怎么可能 那些曲子写得漂亮呢 王瞻也说 顾家辉 你不要看他说笑 他虽然留学拍黑来 十多岁 已经开始做领班 在夜中会 但是他作曲是很谨慎的 他经常都说 作曲七天 他用了六天 来作曲 然后剩下一天 才让王瞻填詞 你想想 那时候的歌曲 这么漂亮 就是一个字 勤力 现在的人都不 懒散 当然 也是因为 现在有的 但是少 相对地的数量 是少的 你看回 100首里面有一首 都可以的 不是没有 那时候就不是 那时候你稍微 差一点 根本也不可能入行 是不是 而且你好 都不够 你好 也不够劲 要好得来 要很劲 才可以 出类拔萃 才可以有人留意你 那个年代 更加是 所以正义求正 在这些环境下 就是你的对手 一样 你和白痴一起考试 考第一 你不是很聪明 对吗 就是道理一样 那他说 是否因为上世纪的人 对感情 特别执着呢 这个也是 因为上世纪的人 写情 对于 感情 或者对于 这件事 他们是比较了解的 还有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写歌的时候 无论是音乐 或者作词也好 尤其是作词 他不是一种自我 就是在自己 打飞机 说得不好听 关于房门 打飞机 你作词要感动人 首先要感动自己 然后有一个欲望 是想跟别人溝通 你是想别人 接收到你的东西 而不是在掛念自己 哎呀 我失戀 我好心伤 我好痛苦 我想哭 我想死 因为别人听都没意思 你怎么会说这些 没意思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好的歌曲 其实什么时候都有 不只是那个年代 不过那个年代 因为同代的人 出雷拔碎 所以事实上 这个是 的而且确的 接下来 又给大家听一首歌 这首歌 本来是1953年的歌 是新柳奥梁 我忘记了中文怎么说 但是1953年的版本又不红 后来1965年 就有一个叫Dixie Cups的版本 就是很红 这个版本就是一个80年代很出名的歌手 这位歌手令我想起 《鬼马歌后》《仙道拉》 《鬼马歌后》《仙道拉》 因为两个都有一点爽爽的 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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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女歌手叫Cinthi Lauper 这首歌是巴黎现场演唱片的版本 这是1987年的版本 大家听听懂不懂这首歌 是古墙计划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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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